应该是什么呢,就商量,把这孩子,实际上这俩孩子,就商量,就不要,就是说,因为出现这种状况,因为这俩人分开了,分开了,就是没有,谁养不起,就是跟于爱说一下,就弃养了,不行的,你想得简单的,不是,不是,我跟你讲,就是说这个可以, 就弃养了,弃养了,弃养了,这在美国是犯法的,你知道吗,这在美国是犯法的,你知道吗,这在美国是犯法的,你知道吗,这在美国是犯法的,一句话不能要,如果他俩身不能复合,他如果小,就不能要,那你怎么不能要法,现在解决不了啊,现在可以解决不了,没有解决不了,没有解决不了,怎么解决不了,我们那个,在美国领养吗,我们那个,我们咨询那个律师,美国领养是什么意思,我们没懂,没有,就是说我们, 我们这些方面也是不懂的,所以当时就知道,因为我一个人在想这些事情,我就真的很激,因为我想说张东赫现在知道,知道还是错了,怎么样,但所以还是说,我们这姐姐当下的事吧,就是还怎么办到点,是,我当时真的就吃不着急,想说,我们要对,就自己的东西做了,谁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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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了, 把子打掉了,就是要有据血了,就是,我们就是说自薪律师,因为这是两个生命,这个就打不掉了,在国外,比如说六个月以上了就三十分什么,有的就不让你做这种东西,你知道吧,所以就是还有一种方式,就是他们两个都是现在不成熟的,就是说,也没到一起,就是说,对双方的伤害都不大一样,就不让你做这个东西,你知道吧,所以就是还有一种方式,就是他们两个都是现在不成熟的,就是说,也没到一起,就是说,对双方的伤害都不太多, 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就不要 可以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营养 生下来就自己就这样做 就是你俩全忘了 好了 我们写的条件要找个什么主妇 我们找个什么条件 你不是某个人的主妇 可能就是说 你也要跟那个机构啊 可能也要有一些 因为其实多多钱的话还是得花 就永远不要再见面了 就是说 你的领养也也不惜 也也希望孩子长大 你就是我亲的亲嘛 就是你带长到二十岁 老大爹 带来找人 人家还繁养了 就是说 可以就走这个 就是这样